音速子poppy seed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原料 业者经常用于烘焙蛋糕 面包 甚至是烹调印度咖喱 但几天前却旺盗指出 音速子含有大麻成分 过量食用的话 将会出现类似腐蚀毒品后的亢奋情况 不知道 我这种来做专饰品 是一种专饰品罢了 就是这么简单 不好吃 个人可能会有口感 增加你的口感罢了 好吃 好不好吃 因人而异 反而多数蛋糕原料店业者 都拒绝接受记者访问 也不愿让记者入门拍摄 只匆匆告诉记者 店里已经停止售卖音速子 音速有着麻醉放松肌肉的作用 是提炼鸦片的原料 但从食品营养学来说 音速子不单是无毒 还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主要很多 含有很多这个麻醉生物碱 它主要呢就是 在它的这个果实里面 那么它的这个 音速子呢 它其实呢是 不含不毒的 无毒的 而且呢 音速子它里面含有非常 50%都是油 它的这个我们讲的 在营养学来说呢 它这个油啊 它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我们讲的 必须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是我们人体 是没有办法制造的 我们必须要从食物中萃取的 它其实有很多的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呢就是 植物生化素 营养师陈秋玲说 尽管音速子无毒 但里头始终含有生物碱 因此吃了它的话 毒品药液检验 可能就无法过关了 那如果是在这个种子 我是觉得啦 它的 真的它是非常低的啦 它的浓度是非常低 但是呢 在尿里面呢 如果是 咽尿的话 它的确会显现一个 阳性的那个反应 就是正确啦 试试会变得正确啦 一般用于调味或装饰作用的 阴素子 剂量都很低 曾经多次使用 含阴素子面包 蛋糕等等食物的 陈秋玲指出 添加了阴素子的面包 除了口感较好之外 并不会出现 所谓的亢奋情况 根据我吃的经验 我发觉到 在我们马来西亚 那些面包 烘焙店 或者是 我们在那种印度的那种餐馆里面 他们吃的那种咖喱啊 他们的这个餐的调味啊 我们 我的感觉就是 并没有觉得是特别的 引起一些亢奋啊 放松啊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们身体都可以把这些 所谓的 麻醉的这种感觉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掉 全国总警长卡丽今天就表示 当局不会禁售阴素子 也不会对使用阴素子的业者 采取行动 民众还是可以安心 使用含阴素子的食物 不过陈秋玲表示 如果民众还是担心 阴素子危害健康的话 可以使用其他 拥有同等营养的材料 如奇异籽 亚麻籽 核桃等等 代替阴素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